小组成员踏入会议室 听取专案经理 分配公司这一季的碳管理目标 我们今天要召开ESG的会议 不同于许多企业 期盼更多外界绿领人才加入团队 知名电子公司由干部带头 从限职员工培养永续生力军 在去年我们已经完成了 温室气体盘查ISO14064-1的导入 我们每个主管跟成员都会 共同参加这个培训 永续发展这个东西 其实是范围蛮广泛 如果你没有相关的ESG的概念的话 其实你会不知道自己在执行些什么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教育训练 是在推广ESG上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为公司善尽社会责任把关 顺势增加了自身职场价值 当全球政府积极推动净零排放 和友善职场 ESG在人力市场上 拉出更大一波需求 因ESG规范和观念兴起 许多企业陆陆续续在内部 增设了相关的职缺 主要三大类包括永续长 ESG策略师以及探审计师等等 如果每个企业都需要 一到不等的十位人才 那么今年预估的人力需求 也将更胜于以往 跟2022年当时可能只有 2000多笔的工作机会数相比 到了今年2024年 已经成长到将近 6000多笔的工作机会数 所以等于是翻倍成长的 那另外其中成长幅度最高的 就是所谓跟碳管理相关的职缺 像是以2022年的数据来看 当时平均薪资可能是在 38000到42000元之间 但是到了2024年 现在已经有突破5万元 这样月薪的门槛出现了 视角放大 国际能源总署预估 在2030年之前 全球将增加1400万个绿色职缺 回到我国国内 按照金管会公布的行动方案 要求2025年开始 实收资本额不到20亿元的 上市贵公司 也都必须编制永续报告书 因此近两年内 将有超过1000家企业 必须招聘合格的绿领人才 不过较高的薪资 反映入门有一定门槛 所以很多企业 在任用人才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 优先录取那些 有相关证兆的人才来使用 那另外呢 可能是你在原本的公司 有接触到相关的工作 那你去新公司应征的时候 可能可以把这个履历 拿出来使用 在浪潮之下 绿领人力对雇主来说 已经是一笔 不得不投资的人事开销 光两次 然后两岸的一个盘差 的一个教育训练 还有拿到证照 其实这个成本来讲的话 在公司 它其实是一个额外的成本 比如说我的总务工作 它其实基本上来说的话 包含我的垃圾 污染 水电 这些其实我们每年 都有一个KPI 目前我们大概是占 我们整体人数的15% 都具有这些 就是瑞临男才的一个专业职责 而且它还是有证照 所以我们每年可以做 这样的一个集合 还有一个盘差 永续金融的一个趋势下 就是未来公司 从融资 它必须也要去符合 ESG的规定和标准 它会是一个门槛 公司ESG的成效 跟内部人才的激励制度 能够去做一个连结 它是可以帮助这家公司 它的人才的留任率 不外乎执行成效 直接影响企业营运 ESG成了企业另类性贫 先求有再求好 因此涌现刚性需求的地方 不止企业 包括外部管理顾问查证单位 法人和学术研究机构 乃至于工部门 使得工作内容除了技术面 商业管理 文书 设计和跨单位沟通 都有需求 这也代表着 除了文科毕业生 企业既有的人资或后勤单位 都在竞争行列 政策引导下 各行各业 试图和环境重修就好 不管风向是不是会转变 对求职者来说 不失为一个全新机会 TVBS新闻 罗斯鸿洋 青波 叶甫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